明星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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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榮幸我們啟盛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連續三年獲得卓越雇主大獎 無論我們對待客人或員工 啟盛一直堅信用心服務做到最好 與員工在逆境中攜手同行 啟盛一直非常重視培育年輕員工 除了提供一個有活力和關懷員工工作環境 亦提供不同的實習計劃和培訓栽培新一代 幫助他們在工作和個人成長上不斷進步 讓他們可以在職場上進展所長 一起實踐公司的理念 用心服務做到最好 最初入職時 我是一位助理顧客服務主任 主要負責查詢和換領禮品的流程 之後公司也有安排一連串課程和自我增值給我 亦獲得公司的安排 逐漸擔任主管職責 後來公司提名我參加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舉辦的結出服務獎 過程之中除了要上班 還要兼顧公司安排的培訓和練習 其實都很辛苦 但我又覺得在中間可以學到其他人的優點 放在自己身上去改善自己的不足 學到很多東西 最後在這個結出服務獎中 在2018年拿到基層組別的銅獎 和2020年主管的金獎 我多謝公司一直以來對我的支持 入職後已經四年多了 我由前線的工作已經進升到後勤的文職 亦都是由顧客服務轉為全面的物業管理工作 多謝公司一路以來的支持和培訓 我在大學的時候都是主修物業管理科 當時都是抱著好奇和學習的心態去參加 啟勝KS18的暑期實習 發現原來物館都可以非常之有趣 涉及的範疇亦都很多元化 亦都加深了我對物館的認識 我還記得當時我的工作是約客人去簽車場的租約 發現原來物館除了令物業有正常的運作之外 還要考慮它的增值服務 以及如何與客人保持一個友好的關係 這一次實習令我很有興趣 繼續在這個行業發展 亦都令我在畢業之後 參加建習物業主任計劃更加有優勢 啟勝POT計劃令我可以嘗試不同的工作崗位 包括住宅、商場 更加有機會去到交流小組學習 前期和後期的管理 這些都是我之前從來都未接觸過的 成為POT之後 我看的東西更加闊和多角度 對我日後的工作更加得心應手之外 對我的個人成長亦都很有幫助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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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